海军昆仑山舰抵达阿布扎比参加国际防务展 当地时间,2月16日下午 中国海军两栖船物登陆舰 昆仑山舰抵达阿联酋阿布扎比扎伊德港 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十四届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 及第五届海军防务展 美第七舰队旗舰访韩 韩国海军称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指挥舰 15日访问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 以加强两国海军之间的交流和友好关系 据消息人士称 经过数月的维护工作后 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19609吨的蓝领号舰艇 正在该地区访问 预计将在韩国停留至下星期早些时候 阿富汗军队空袭打死打伤38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阿富汗安全部门官员扎伊努拉16日说 阿富汗军队15日晚在该国南部乌鲁兹该省 向塔利班武装分子发动空袭 打死和打伤22名和16名武装分子 扎伊努拉说 被打死的武装分子中 包括一名名为哈姆杜拉的当地头目 空袭时 这伙武装分子正讨论新的袭击计划 伊朗说 沙特和阿联酋 幕后支持恐怖袭击发动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 穆罕默德加法里16日说 沙特和阿联酋在幕后支持伊朗境内恐怖袭击事件的发动者 并说伊朗将会采取报复行动 为驻日美军基地搬迁建造新基地 不顾冲绳民众的激烈抗议 强行在冲绳县明户市边野谷地区 持施填海造陆工程 为给驻日美军航母舰载机 模拟起降训练提供训练场 高价收购马毛岛 近日 为留住驻日美军 日本政府煞费苦心 无视民意无法回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近日 日本政府在冲绳县边野谷地区沿岸填海道路 为美军建新军事基地 引发民众的一代抗议 1月7日 30多名日裔美国人 在美国白宫面前集会示威 要求停止填海造陆工程 主办此次白宫集会的日裔美国人 罗伯特委员 在白宫网站上开展了要求 停止填海造陆的电子签名请愿活动 截止1月7日 请愿网站上共有19 5万人签名 这次日本民众抗议和请愿活动的力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不仅把抗议示威范围扩大到白宫门前 还借助互联网 扩大国际影响 向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施压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 确立一项制度 凡是民众在白宫网站上 争得超过10万人签名 就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回应 但特朗普政府能否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制度 上代观察 此次抗议活动围绕的中心 是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 普天间美军基地 位于冲绳县一夜湾市 是驻日美军在冲绳的最大军事基地和最大直升机机场 周永生表示 日美政府1996年商定 在冲绳县内搬迁美海军陆战队普天间基地 由人口密集的一眼湾市 迁到宁户市边野谷 然而 驻日美军犯罪 坠机 高空坠物 噪音及污染等问题持续 当地居民不堪忍受 多次要求关闭该基地 把新基地完全迁至县外 对话是冲绳民众 在抗疫前的一再呼吁 冲绳县知识郁城丹尼 2018年9月当选后多次赴美国游说 反对美军基地县内搬迁 提议美国 日本中央政府 冲绳县政府 做三方对话 协商新基地选址纠纷 美国政府回应 这一纠纷应当在日本中央政府和冲绳县政府之间解决 填海前一天 郁城在东京分别面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防务大臣言吴义 请求中央政府暂缓施工 参与对话 2018年12月14日 日本中央政府强制填海 郁城丹尼谴责日本中央政府单方面决策违法 强制往海里青岛沙土 丝毫不顾冲绳人的意愿 我非常愤慨 共同社报道称 着手填海 意味着普天间基地搬迁 进入无法回头的阶段 日本政府预期在边野古造路径160公顷 亲建两条飞机跑道 供后期基地建设使用 全部工程定于2022年完工 捆绑盟友捆住利益 日本政府为何无视民意 执意将普天间基地设在冲绳岛内呢 日美同盟关系是二战后日本外交的基轴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关系的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员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吕耀东对本报表示 根据日美安保条约规定 美国可以在日本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方 设立军事基地 驻日美军事历史遗留问题 日本中央政府认为 必须加强日美军事同盟 因为驻日美军队保护日本国土安全 发挥着重要作用 借口是朝核安全威胁和所谓中国威胁论等 冲绳是战略要地 美国不想离开 保护日本安全只是借口 周永生表示 自上世纪50年代初 美国纠集和拉拢其亚太盟友 在中国海上方向 构筑第一 第二岛链封锁 冲绳岛就处于第一岛链上 原本 第一岛链是为拦截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苏联解体后 美国依然在冲绳 保持大量驻军 核心目的是对中国和朝鲜半岛 实施前沿部署和前沿威慑 美国不想走 日本中央政府也想留下美军 双方一拍即合 除了在冲绳遍海 造陆为美军进新军事基地外 为了留住美军 日本政府不惜花大价钱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计划花费约160亿日元 约合10亿元人民币 购买日本西南地区的马毛岛 将其建成日本自卫队 及驻日美军的共用新据点 共美军航母舰在机 路上模拟起降训练 独卖新闻称 日本防卫省 已与马毛岛所属企业 就收购价基本达成一致 计划在2019年4月前的 本台年内签订收购合同 报道披露 会在马毛岛上建训练场做准备 日本防卫省在2019年度预算中 列入约6亿日元做环境调查费 日本屈服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部署 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周永生表示 日本为助日美军花费甚至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在日美同盟关系中 日本得到的好处 包括舰船出海和军备扩张 吕耀东分析 一方面美国军舰在世界各地进行军事活动 日本都紧随其后 另一方面 近年来 美日同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过去 美国是保护者 日本是被保护者 关系是不对等的 2015年 日本通过新安保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 使得日美同盟关系朝着对等的方向发展 作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帮手 日本以保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为借口 增加军费开支 增添武器装备 扩展军事力量 为修宪座准备 对话炮汤对抗加剧 冲绳民众扩大抗疫的规模和力度是无奈之举 从以往经验来看 此次日本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态度 坚决且高度一致 不会接受冲绳地方政府的诉求 更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吕耀东认为